你不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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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2歲結婚 23歲生老大 24歲我先生就 火車事件就走了 車禍過世了 對 那時候呢 辦完告別事才發現 懷孕 所以後來還剩下一個姨父子 對 那一個人把它帶大 一個人把他們兩個帶大 你還記得 當天你們早上的時候 有說再見嗎 還是有說 那個晚上要吃什麼嗎 其實還有在以為是 中午啦 中午要吃什麼 有問說中午要吃什麼 我先生其實是 我那時候開一個超市 那他有在做那個裝潢材料 所以他就覺得我這樣也要顧店 去市場很麻煩 就買了一台 我們那個年代很流行那個速客打 機車 那他就很高興想說 新車就先載我去市場買菜回來 那他告訴我 他去一下工地回來吃午餐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 我還在洗菜弄好 我印象很深刻 我魚才煎一半 那個絲木木魚 才煎一半 我就接到電話 就跟我講 老闆你先生那個車禍 我說你可能記錯了 怎麼可能 因為他剛才送我回來才出門而已 他說真的 我說那送來一家醫院 他就說 沒有啊 就當場就那個 我那時候在想怎麼可能 我就那人在那邊 完全沒有反應 不知道因為太緊張了 就坐計程車要去事故現場 我去的時候 因為那天剛好下雨 一直下雨 我去的時候蓋住 我就在想 好像不是 結果那個警察先生 叫我確認一下 一翻開 真的是我先生 我就想說 你怎麼會跑來這裡 就有點 那時候當下 其實 完全不敢相信 這是事實這樣子 對 那一天真的很巧 因為剛好那個柵欄啊 還有那個 全部都壞掉 平焦道 對 就他可能也 因為壞掉 沒有停下來看 就過去 所以就 對 撞到 所以這種事叫做 就是突然 不像說 有些是久病 還有一個過程 有個心理準備 對不對 那後來你就一個人 把孩子帶大 沒有再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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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孩子很小吧 就 忙著賺錢 忙著工作 對 那 所以當時 因為還懷孕 所以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託在孩子嗎 對 我先生就會說 他很希望他的孩子 怎樣怎樣 就是有一個 共同的夢想 所以我想 那個夢想 有支撐著我